那么他生命中有两个贵人 两位都是法师 第一位叫道敬法师 第二位叫慧颜法师 有时候是想从香港来 也有时候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我们先讲第一位他的贵人 第一位他的贵人道敬法师 这代表何不赛来化解这个千年的烟灵 张老师怀孕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他母亲的一位朋友 一位台中的法师 后来我去查出来 他叫道敬法师 来看他到台北来看他 每一次张老师家人 见到这位法师都给他顶礼 这一次张老师给这位道敬法师顶礼之后 又再顶礼第二次礼 师父就问了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顶两次礼呢 他说我带我台中的这个孩儿 跟你顶礼 这个法师听得很感动 好我为你这个孩儿 对胎儿这个胎儿三归一 所为弟子 他就说他当弟子 其实这个道敬法师也是 他修得很好 他已经知道因果了 我就把他说成徒弟了 其实他就是张老师的 年轻人都要来报仇的 他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有一天张老师的母亲 想要吃银丝剪 张老师就坐公共汽车到台北去一家餐厅买 他出门搭上一部公车 上周以后没有一个人让位 他想说他挺个大肚子 竟然没有一个人厌力让 他就眼睛闭起来装着没看见 张老师一直这样站到后来 突然间公车紧急煞车 他去撞到一个重物 撞到以后就被送往医院去了 他肚子很痛 孩子就出生了 这个孩子属于有六个月大 他属于早场 体型很小 但是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男孩子 医生说这个孩子出生过早 要尽力偶尾不一定能够活过来 那张老师就很害怕了 但是是早场了 还不到十个月 三六个月就生出来了 就把他放在医院的保温箱里面 保卵箱里面 他就靠活不上力量来救这个小孩 他就打电话给那位道敬法师 他就跟那法师说 法师啊 我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可是太小了 我希望能救他 法师就过来了 法师就问他了 你要救他 好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开始吃一百天的长树 然后他就问他说 你会练什么 他就问张老师说 你会练什么 张老师说 我会练白衣神座 我阿嬷 我阿嬷小时候都会教我白衣神座 他也会练白衣神座 我阿嬷是吃树的 他就说 那你就练白衣神座 一万遍 回上给这个小孩 然后你吃 一百天的长树 就等于三个月 当时张老师马上练 白衣大事神座 不停地练 连睡觉都在练 啊 回来他晚上做了个梦 回到家以后做了个梦 那个小孩子满意那一天 他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小孩子在拉着他自己 他自己也拉着那个小孩 突然间他锁松掉了 小孩子脸发黑 梦见就到这里进行 他就意识到这个梦可能是不祥的依照 让他先生打电话给医院 询问孩子怎么样 那时候是凌晨三点 他丈夫本来不想打 但是他一再坚持说 你现在打电话问医院看看 因为小孩子在医院的保卵箱里面 就是医院正好打过来 所以你的小孩在凌晨三点走掉了 就跟他梦境同时间死掉 小孩子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张老师知道这个事情很伤心 开始哭泣 台中的那位道具人法师 就包出到台北来看他 法师一进门就跟他讲 恭喜你 张女士的母亲就沉不住气了 那小孩子刚走 你是不是说好恭喜 法师说 小孩子是不是三点走的 他先生说 你怎么知道 法师这个事才讲出来 这是第一件怪事 奇怪的事情 他34岁没有死 那个小孩子本来在带他母亲走的 他因为早产了 因为那个书 有跟那个胎老皈依 然后张女士又很孝顺 他是去买银丝检 撞到以后小孩子早产出来 是太孝顺了 孝顺有福报 那这个道具法师就讲出来 他昨天晚上大夜12点多的时候 你的小孩 就是他要死掉前三个小时 他是凌晨三点死掉 他说你这个小孩来向法师道别 因为他说他当徒儿 小孩子说 我本来是要带他走的 可是他现在去 我带他走 第一 他对他妈妈真的很孝顺 他妈妈要吃饮银剪 他挺着大肚子 还进买饮银剪给妈妈吃 还碰到这样的一个车祸 让我没有力气 再留在他的肚子里面 他本来在肚子里面 要让他胎死腹中 然后把母子一起带走 结果没想到 因为他孝顺 车子紧急煞车 小孩子必须早产出来 就是没办法报仇了 他如果没有那个车祸 这个小孩就要让他母亲 升他车就死掉了 一起带走 他说我本来打算 在他34岁生日那天 带他走 就跟他们那个三代发生事 都一模一样 法师就问 你就问那个小孩子 你到底跟他什么仇恨呢 这个小孩子就说出话来了 他说张老师 李氏前生是一个贪官 他错判的这个案子 让我冤死在监狱里面 我从他怀孕开始 我就要让他受折磨 就是我在监狱里面的折磨 让他去撞墙 让他孩子打他 就像监狱里面酷刑一样 你看 在监狱的时候 他在监狱被撞墙 被那些监狱的义主打他 他现在就回报他身上来 他说从他生下午 因为他早产 因为公共说去撞到中午 他早产 他生下午以后 就不停的一直练佛 他说他一直练佛 我根本没办法靠近他 所以我们看 我们练佛有四十里的光明 佛菩萨会保佑你 你练佛 佛菩萨就跟你感应到 就好像你发电信 你就打电话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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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打电话一样 那阿弥陀佛接到信号了 佛光普照了 他说他一直练佛 我就没办法靠近 我没机会带他走 可是我不甘心 所以我自己在等着 他家有个佛堂 我也没办法进去 他们家共有很多佛菩萨 他说我现在实在是没力气的 所以他想拉我 我也想拉他 可是他不动了 这个是二十年前发生在张老师身上的第一件怪事 就是他的这个早场 这后来就死掉了 第一位的他的善知识 是道俊法治来度他 道俊法治勉励他 他说你不要留恋那个小孩 佛菩萨把他带走 他是来寻仇的 蒋王以后张老师的母亲 才告诉他的身世 说他们家族中的奇怪的事情 他为什么这一胎打掉 原因是因为他母亲害怕张老师死掉 这是二十年前发生的第一件怪事 那家中三代早死 是道俊法毒誓要报复他 张老师家里男性老大都会在三十六岁去世 而他们家里的女性老大都会在三十四岁去世 这都是因为道俊当时发毒誓 要劣势报复他 让他的家庭成员也短命 发生在张老师身上这个第二件怪事 有刊登在佛光山的普门杂志里面 佛教的刊物 那么第二件大事 他大儿子死掉 就是张老师的大儿子 张老师他生四个侠 他大儿子死掉 张老师他有三个儿子 个个都很优秀 尤其是他大儿子 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 然后成家创业 两年前张老师在台湾探望二儿子 跟三个儿子在台湾 他忽然接到先生从美国打来电话 说大儿子在洗澡的时候 空气突然间受阻 现在正在抢救 可是当他赶回美国的时候 大儿子已经死掉了 就是 逗我觉得说 他没有带走张老师 他大儿子这个命债也要还 对张老师这个事情是晴天霹雳 他彻底崩溃了 当场晕迅过去 在他母亲的欠缩之下 他强忍的悲痛 做完儿子的欺欺 他日以继夜的哭 无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 他的小儿子也赶回到洛杉矶 甚至辞掉工作 帮妈妈疗伤止痛 你看他孝顺 他儿子也孝顺了 那么他大儿子死掉 他第二位解音事解的 那位慧炎法师出现了 是香港来的 他有讲是香港 有讲马来西亚 这等二十年前后 二十年后 他们和堂来了两位客人 一位是香港来的慧炎法师 一位是在家即使 那位香港来的法师 看到张老师的时候 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张老师就一直哭 那法师就问他言音 但是那个法师就讲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是管定的 我一定要来调节 那慧炎法师就跟他见面再谈 第二天又见面又谈 都跟他开示 后来慧炎法师代表他师父送给张老师观音像 慧炎法师说 我很想帮你 但是我要对症下药 但是我查不出你的因果 我没有办法帮你 我从大陆 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向来 我送给你 你是不是很喜欢观音菩萨 他说对 我从小就喜欢观音菩萨 那法师并不知道说他喜欢观音菩萨 后来就说你帮我准备一块防布 要量尺的 法师就开始去查他善事因果 法师在这两隔一当中 因为他到洛杉矶来 他一直安慰张老师 他说我一定要查出你的因果 你不是一般人 我用特殊的方法来帮你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方便法 我们想说 这个上座天表 他就教他在纸上写的金木随后土 他叫张老师说 金写出你的出生 你的家世 木写出你的同学 你的工作 水写出你前家人的姓名 活写出你什么厌期 土你有什么愿望 要注意一点 但是你不能给任何人看 包括你的儿子 你的先生 包括我 写完以后 你就把它盖起来 上面写几年几月几日 然后对着什么方向 练五遍 练五遍 联系三天 一共练十五遍 他就把它烧掉了 法师将他把它烧掉 就烧掉以后 把那个东西装起来 张老师就按照法师的指示器 一座一共写了一千六百多个字 他练了十五遍 然后烧掉 装在信封里面 放在枕头下面 后来 查出因果了 法师就跟他讲 打电话来 恭喜你了 我已经查清你的因果了 你现在马上到我这边来 那么他就跟他小奥子赶过去了 法师就说 我昨天打坐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在今天早上 终于在水潭中 查出原因出来 他先讲他们家的事情 这一块我就不提了 就是他父亲 跟他小孩的事情 他就这个地方 我就跳过去了 我就讲 舵这一件恩案 接下来法师叫他练 练那个黄色的章子 里面写的资料 当练到第一段的时候 他说 你一定会非常害怕 当你练到第二段的时候 你会非常惊讶 当练到第三段的时候 最后一段的时候 你会非常安慰 一次他就开始练了 张女士开始练了 非常长 有一张书做那么大的纸 上面写到他的前世 这法师写的 让他刺惊的是 跟十九年前 那位台中的道径法师 讲的一模一样 只是更为记忆体 有名有姓 张老师的前生 是一个太守 就是知府 就是我们讲 那个楚座的知府 办错了案子 成了冤案 是历史上 大家所所及的多我冤 这件事情是真的有 而他就是 那个无恶不做的贪官 逃乌 在转世的 把多我关到监牢里面冤死 多我因此 以他结下血海深仇 发誓一定要生生事报仇 让他家破人亡 这是第一段练出来 他就发抖了 因为他害怕了 这是第一 他因为要练三段 第一段他练出来 第二段 他当时在写那个上座天表 那时候 他有写几年几月几日的天表 上座天表 法师竟然也收到 因为他没有看到 总共1633个字 他问张老师说 你写几个字 他说我写1633个字 竟然一字不入 全部这个字上到天顶去 天顶都看到了 确定自己写的 没有给任何人看 因为法师跟他交代 连法师 就是他丈夫 他小通通不能看 只有他自己知道 然后练十五遍 一天练五遍 三天练十五遍 总共他写1633个字 只有他知道 法师后来跟他讲说 是不是总共1633个字 他说对 那就对了 他说简直像影音一样 Cobi一样 所以你看多可怕 我们说天脸动视 天额彻定 老天 我们在这个人间 老天看我们叫什么 你眼睛天脸 一看清清楚楚 你讲的像蚊子那么小 天人都知道 天脸动视 天我错听 连第二段 也都跌线了 连到第三段 查张老师的今生 都没有做过坏事 就是天庭查过 上天查过张老师的这一生 都没有做过坏事 而且上天回报的消息说 张女士士母自孝 她非常孝顺 什么事都不违背母亲的意愿 因此法师要她努力忏悔 他说当你全部都忏悔 完毕以后 你所失气的 全部会再还给你 你要好好的学佛法 精进修行 第三段电话 就真的如同法师说的 他觉得感到很安慰 一共三段 第一段就是因果 第二段就是上座天表 第三段就是他好好修行 忏悔 法师说你不要谢我 应该谢谢你自己 我来到这里 为什么我来 我如果查不出你的英国 我没办法回香港 因为什么 因为我师父交代我的 我师父现在 本来是在香港 他已经闭关了 他不问人间的事情 不晓得你哪一次 曾经救过我师父 所以我师父在闭关的时候 发现你有灾难 他特别叮叮我说 要到洛杉矶来救你 所以我的师父会要我带着这针观世音菩萨 会到洛杉矶 一定要找得到你 找不到就不要回香港 我在洛杉矶第一天 我只知道你的年龄 大概的样子 还有最近的遭遇 可是你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洛杉矶这么大 我怎么找你 我本来说那这样怎么回去啊 我就先到附近的庙 一个佛寺先祭住一下吧 结果没想到你刚刚来这个佛寺 所以他这个斗我这个冤案 是谁来化解的到 管世音菩萨来化解的 管世音菩萨太慈悲了 他来化解 就像这个三面主要印象 是管世音菩萨化解 加罗加尊者化解 岸根曹寺的这个十四的这个冤案 所以他说现在你的因果查出来了 我带了这份资料回香港 回报我师父 因为我师父要你帮你 你曾经有一事你救过他 我师父会做法会 拜万佛灿 规模很大 因为你这个是命战 是千古奇案 很难超度 所以我师父呢 会帮你 你到时候再到香港跟我师父 谢个礼 点个礼 你现在做就是每天忏悔 张老师回到台湾以后 他从乐山区回到台湾以后 他感觉自己罪孽深重 把他严有的工作都辞掉 他就想利用自己的余生 好好忏悔修行 张老师最后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不一定一生当中 都有这样的奇异的遭遇跟见利 可是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面 我们或多或少能领悟到一些道理 就是因果不空的道理 因果真实不虚 我忏悔的太晚了 如果我能够向各位事先就忏悔 所有的作业就很容易消除 所以今天这一段 我特别引用窦炎的故事 来做诠释是最恰当的 善恶之事 有人心做 后悟有人如影虽形 这是我第一次讲窦炎的故事 很精彩 所以第一章经里面讲 言福底众生 己心动恋 我不是业 我不是罪 太上改天篇说 后无门为人自遭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天地有事过之人 一人所望之中 以得人善 这个算简走平后 多虹又汉 人皆勿之 行后随之 己尽必知 恶心栽之 算尽这时 所以你都 夺你的福跟寿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恩各位同修大德 有讲不妥之事 敬请同修大德批评之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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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